明龙少年组 我们终于团聚 只有李源才能中破 他们俩特别逗的一点就是说 沈耀终于在这个节目上 过上了穷日子 就是换成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因为在明龙少年里 之前都是太欺负我们 这次突然反过来了 他是我的弟弟 他还听我使唤 就是说我们有一种 怕我赢了的这种感觉 来 我们拍徐若涵的反应 是什么 到两个角色互相的一个 羁绊也好 或者是轻挂也好 我都能感受到 好 稳气有几个演法 一个就是用力地去稳他 稳了一下 他就推开你 然后他就是乱倾 倾在你的脸上 你的什么地方 然后他真的爱我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 对他的爱意 最后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这是一个演法 另外一个演法就是 含蓄一点的 就两个都可以用 就看你们待会想怎么样 来 走个位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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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你辛苦 谢谢 谢谢你们 好搭档 好的 这是我的好搭档 太悲了 谢谢 好 谢谢老师 好搭档 你也是 这是弟弟的领导书文 什么 真的假的 他没说 好搭档 这太太 我觉得弟弟非常专业 首先他没有在现场说 这是我的荧幕出问 他没有给他的女搭档压力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觉得在我心里面特别加分 特别好 好的 可以了 好了 那您这边就收了 辛苦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哥 辛苦 辛苦 谢谢你们 首先第一是担心 就担心整个的拍摄进步 因为作为演员 天气 不是我们可控的范围吗 然后既然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我们必须要为剧组争取时间 来来 跳进去 跳进去 挺辛苦的 走一走 感受一下 我觉得古装对于我来说 其实是一个 可能蛮有经验的 相比其他来说 我五年前在这边拍过 我第一步幸恭喜 好 来准备 我好有感觉 我选吉林城的原因 是因为吉林城的身高 跟高海宁是可以匹配在一起的 海宁姐的身高穿上也是真的值 所以我为什么一定要要你 因为我想好了是他 我占了身高的优势 那是的 我刚才跟若涵讲 就是虽然你在镜头里面 但是在你心里要有整个画面 你自己提会提会你上课的时候 他很好 他在夏天的时候是优秀毕业生 结果现在忘了 真的能忘了 我想走是有问题吗 我没有拍过古装 你看就是手白起来 要不然你就感觉这个手多余 头别老乱回动 肩膀都不要动 但手要白起来 应该是前后这样 对对对但也不用特刻意 你现在男女受受不亲的 我刚才那个手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下一次的 就心里动力不够 就非要外部的再寻找 说实话现代性你也不能老拉人家 干嘛呀老拉人家 说事说话吧 我跟你讲你们古装戏真拍戏要有礼仪的 就是这个大臣来了 谁 娘娘 我不敢这样看着你的 我那眼睛都得是在这里的 我这样看着你是对你的不尊重 你明白 还敢拉人家 直接杀头了 现场的时候 我又很想要去帮助他 我可以帮到你吗 还是你自己来 帮帮我 我就走过去问了一条问题 那条问题是会触动到我的问题 我就是尝试看看能不能帮到他 你学带大大 外公 外公 有了 来吧 来吧 来 来 来 老师你的手架包我想参加 来 来 好呀 很欢迎 我想来 我可以带男朋友一起来 可以 太好了 很有趣的 很快乐 好 我现在确实的情绪很荡 想做得挺好 但结果做得很失败 再来一条 不行 来 再来 保持情绪 再来一条 为什么自己那么蠢 那么笨 为什么我越想做好一件事情 就是做得越不好 自己还能做吗 挺好的 无限超越版 我能要再好一点就行了 继续做吧 你在做什么 我在 你拍了吗 拍了吗 拍了 拍 怎么样 挺难的 因为快速时间又抓紧 对吧 我的原因 我自己的原因 好嘞 老师 他专业性比较强 所以 比较严格一点 细节一点 你看就不开心了 不是 是 演的不好 那我们自己反思吧 对吧 就是在反思 没事 我演的也不撒劲 咱要演的好 还能来这儿吗 对不对 光平心态 你这个 谢谢 气氛我不好待太久 我走了 开心点 拜拜 我更茫然了 姐 更茫然 你看了吗 昨天晚上 我昨天看了 但是说句实话 很担心我的 就是因为皇后 其实是跟如月去对 我很担心 我会带她面前 会像个小孩 咱们是改变嘛 我都把词也给改一改 还有什么 你这么大年龄 什么 皇后怎么就不能是 新上来的一个小皇后呢 可以的呀 但就身份位置高于她 就好了 明白 这句可能我会改成 这么年轻 就这么多心计 你就按照这样 也是可以 一会儿你的妆 让她稍微给你浓一点 重一点 这样子 你不可以 是个坏的 他叫坏人 然后让她的眼线 拉得长一点 稍微让眼睛 感觉往上掉一点 感觉这个人的强势 在家中也 假设前39集 你都演一个傻白天 表面感觉特单纯 其实特别狠 虽然你贵为皇后 但是你就是 我真的不知道 你们在干嘛 但最后翻脸 海宁 你从进来的时候 特别不谢 然后怎么怎么 我跟你说 你那个礼仪 一定要稍微规范一点 是 我正在松 要不然就又搞笑了 来 你看我啊 就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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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